早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3月13号的百隔城报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 今天多家报社的头条继续关注了疫情发展 新州日报和光明日报讲的是在大城堡清真寺 举办的万人传教士集会 卫生部长阿汉说当局无法掌握出席者的资料 因此所有的相关人士必须要主动联络卫生局 根据早前报道 这场出席者大约有5000人 不过卫生总监诺西山表示 实际出席人数高达大约16000人 当中有14500名是大马人 而昨天大马新增的9宗确诊病例 其中8宗就跟传教士集会有关 根据诺西山的帖图 已经知道6名大马确诊患者曾经出席这项集会 他们分别是来自森美兰 柔佛 沙巴 以及彭亨 另外新加坡昨天新增的9名确诊 其中两人就曾经出席传教士集会 而文莱累积25宗的确诊病例当中 也有16名患者曾经出席 无论如何卫生部已经派员到清真寺 不分中业的进行检测 中国报头条也给了诺西山 他开股要求马上展年大型集会 包括宗教活动 不过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祖籍非理取表示现阶段不会限制 每逢周五的集体祈祷 仅会做出几项的变动 像是缩短讲道 提供免洗消毒洗手液以及口罩等等 除了洗手和戴口罩 新报头条也很有意思 表明我们必须要同在一起 但保持距离 而在这个非常时期 各州采取的防疫措施略有不同 当州政府就下令各造 由即日起隔职 任何涉及超过100人的集会活动 吉兰丹州政府却在脸书号召 于今天的周五祈祷之后 进行新冠肺炎祈祷大会引发关注 有关活动讯息列明 活动嘉宾包括了吉兰丹王储 东姑穆哈默法伊兹 和吉兰丹州大臣阿莫耶骨 以及一众的行政议员 另外我们都知道 正确的洗手以及消毒 是最有效的防疫措施 但对于穆斯林 是否可以使用酒精消毒液洗手 联邦直辖区宗教司办公室就指出 由于是必要措施 所以穆斯林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是可以被原谅的 而根据全国伊斯兰法规理事会的裁决 洗手液的酒精 与制酒所产生的酒精并不一样 因此不属于不敬之物 在国际新闻方面 中国境外的其中一个重灾区意大利 日前实施了全国封城措施 不过去诊和死亡病例 仍在急速的上升 昨天当日激增了2651例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15113例 死亡病例新增了189例 累计死亡人数高达1016人 至于对抗病毒的特效药 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来 中国专家钟南山就说 要在两个月之内研发出 或者是找到特殊的办法 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他也说 如果各个国家都能够响应 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采取国家层面的干预 各国都能够动起来 疫情有望在6月结束 换个焦点 当州政府昨天公布了筹办娱乐 文化以及旅游活动的指南 其中包括录时 戏院需要设男女分开做的政策 另外指南也有提到服装 凡是参与公共场所娱乐活动 无论是穆斯林或者是非穆斯林的服装 都需要遵守规定 像是非穆斯林在表演期间 需要确保服装整齐 以及避免穿着太紧 或者是过短以及透明的衣着 此外指南也说 尽管非穆斯林 不受伊斯兰文化习俗所限制 但州政府鼓励民众 一起参与文化活动 对登州政府的规定 您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分享 今天程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想要知道最适合你的课程 来临的3月14、15 还有21和22号 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欢迎清零双微大学及学院 开放日洽询